第二回合 當河家文單身的寂寞 遇上秀琴婚姻的空虛 到底誰比較悲催呢 到了我們這個年紀 什麼最多你知道 就是紅白鐵最多 你知道人家喝喜酒的時候 都會揪老公去嘛 是 揪男朋友去嘛 你如果自己一個人去 剛開始還可以揪姐妹濤去 對不對 揪姐妹濤 但姐妹濤有老公小孩 人家就不陪你去 對 你一個人去的時候有多尷尬 你知道嗎 對 一個人喔 就人家雙雙對對你都不好意思 所以都一直看著你 然後人家如果還帶了小孩 你都不好意思說 那我去坐別桌吧 你們一家 何樂可以坐在一間 對 我們帶一堆小朋友才覺得 人家就會覺得 你一個紅包能帶那麼多人 沒有 對 我跟妳說先不要講紅包 一講到白包好了 白包要那麼多人去要幹嘛 不是 我跟妳說 妳白包不可以約朋友去吧 對啊 如果妳都還要揪人去 白包妳就上個箱就走了 有時候妳心情 不是 有時候妳心情很抱 妳需要人家陪的時候 我總不能說 秀琴姐妳陪我去吧 OK啊 妳去 我們兩個人拜託看家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妳看我哭著一把鼻涕一把 這時候身邊就需要一個依靠 對 真的 真的需要一個依靠 真的 妳身邊需要一個依靠 當妳白包送上去的時候 老公在旁邊說 人家被上次 妳幹嘛哭啊 對 妳老公怎麼心腸那麼不好啊 對 怎麼一回事 妳老公心腸真的很棒 OK 沒有投親心 來 這回我覺得很難判定 有一點平手 有一點點平手 有一點點平手 那就要來補充 補充火力一下 對 像我就覺得像婚前婚後差很多 婚前的時候 妳跟男朋友就會想 時時刻刻都黏在一起 要分開要各自回家 就會難分難捨 可是婚後完全不一樣 就是各睡各的 她做她的我做我的 對 像平常晚上我陪小孩睡覺 她就去她的健身房 她去做她的事情 她一回來 她就不是在客廳看電視 玩電腦 甚至看電視看到 在沙發上睡著 會不會問題是 因為妳一直陪小孩 都不把時間分一點 可是我們要忙小孩 要忙家 是我哪有那麼多時間 可以陪她 就算我要陪她 她也是在玩她的電腦 沒錯 還要自己想要在家裡 家裡就那幾瓶大 對啊 我就還會虧她說 那妳進來睡覺 妳這麼喜歡睡沙發 我不要幫妳的枕頭被子搬出來 妳睡沙發算了 真的 老婆很奇怪 婚後很喜歡睡沙發 對 有沒有這樣發覺 站在一個男生的立場 因為我覺得我 婚前我的女朋友 就是對我很好 很恩愛 甜蜜 結果婚後 比如說有了小孩之後 然後就是其實 老婆的嘴臉開始改變 她就開始陪小孩 那是因為老婆都不陪我們 對啊 我覺得是很好陪小孩 怎麼會絕對不會這樣 真的 請問一下 人家已經有跟自己的上夫 是分床睡的 或是分房睡的 有嗎 你看 比例有多重 妳看看 我老婆的枕邊 能叫做iPad跟iPhone 真的 而且都放在她旁邊 陪她聽音樂 陪她打電動 陪她聊天 對 我們也是分床睡 因為她會覺得 我們那個跟小孩子睡 會擠到她 譬如說我們轉一下 她就會醒 自己小孩也閒喔 她就會覺得這樣太急 她會很不好睡 所以她就說不要跟我們睡 沒有 這個時候是男生有些都怕 比如說我們睡在一起 就是彎腰會壓到小孩 或是什麼 藉口 那以前抱在一起 黏在一起都不覺得熱 對啊 現在是自己的小孩 就嫌緊 我跟你說 抱在一起沒有比較好 沒錯 真的 但我老公是不跟我分床睡的 但是只要睡在一起 他就是要壓在你身上 每天被壓的感覺舒服 你這個情緒的部分 這是炫耀嗎 還是 這是炫耀文嗎 炫耀文 炫耀文 你要不要看後面的人 你要不要看後面寧可被壓死 也不要太分開 好冷喔 來 當然是要問一下 我們這邊想婚團 就是這一回合聽下來 還是會想要結婚嗎 全場 好 對 我覺得這什麼意思 真的太誇張了 你媽什麼頭髮都不舒服 沒有我是說真的 妹妹怪怪怪 不要再演 姿萱 怎麼樣 你打給我 你打給我 怎麼了 我們這邊比較好 你聽到了什麼嗎這一段 這麼快點 那你改變 蜜月期可能一年 之後可能就開始就是 你做你的事我做的事 然後不要煩我 對 就是這樣 那我何必呢 那我何必走這一招 那可能我生了孩子還小 我可能要獨立扶養 或是我先生要獨立扶養 那我覺得對孩子是不公平的 對 也不是圓滿的家庭 那我覺得那我就不必 不易走這一招啦 是 對 那你們如果這麼 就是對婚姻這麼後悔的話 為什麼不結束它呢 我們不想到 我們不想到 我們不想到罪人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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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簡單的疑問 接下來還有第三回合 來 歡迎兩邊代表 第三回合 雙方將以傳送接待 與教育問題 再次展開激烈的唇槍舌戰 我今年已經35歲 已經是高齡產婦了 但是都 還沒有 所以我就覺得你看年紀越大 然後生的狀況就會越來越多 然後也會希望有自己的小孩 你看那麼多漂亮的名模們 都去動 動軟了 對 所以你看能夠生的時候 是不是就要盡量生 有生小孩子要給一個完整的家 就是要有爸爸 所以結婚是很好的 對 對不對 能說小孩都不用教育小孩 他就會長大變成林志玲跟林家綺嗎 但是還是要生嗎 不是 生小孩你要教育他 對 那當夫妻的教育觀念是不同的時候 這是一個問題的開始 就每天傷腦筋 你每天就想要說 我希望我的小孩不能要出在旗袍店 我希望他每天都可以學什麼 當我 像我老公呢 他是那種非常開放式的 很好啊 像我有幾天出去外景 然後我可能兩三天請他幫我照顧小孩 我說小孩要怎麼樣怎麼樣 好 都幫他 跟他吩咐完 三天後回來 我女兒沒有上過一天去學校 三天下來 他們兩個玩得很開心 很棒啊 因為 爸爸叫不行女兒 就連續三天 因為他有一點不舒服 那女兒越來越大就會演戲 對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就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不讓小孩上課 然後老師打來 他就會 自動就幫小孩請假 很棒啊 這很棒 你有沒有覺得 小孩不念書 這就是父女之間很難得的回憶 對 昨天 小說是不是會懷念這種 暑假作業沒寫 秀琴姐 對不起 你生過小孩是不是 我們都是沒有秀琴姐 我一定要猜 就算你們夫妻理念不合 怎麼樣都是小孩子的回憶 我們小時候不也這樣子過 真的 真的 你們沒有生過小孩的 也不會經歷 不會經歷到那個 對 我們現在很怕生不出來 生不出來沒關係 現在有很多被欺養的家庭的小孩 像我們這樣一個人單身 人家也不一定會給你領養 對啊 真的 要領養還要有條件的 你可以交男朋友就好了 我們要領養都沒有機會 真的 我都希望我的小孩去別人家養 沒有沒有 領到18歲 等一下這要講 領養條件限制得很嚴格 真的很嚴格 對 不是隨便領養 那你可以養那個我的小孩 領養我的小孩 因為 現在的小孩真的很難教 不是說我們小時候 隨便爸爸媽媽 我們變成那個鑰匙兒童 現在的小孩真的 你一個轉眼間 他真的就是想得比你還機靈 對 我們光是每天夫妻為了小孩的教育問題 甚至婆媳問題 因為婆婆有時候幫我們帶小孩 對 就會有何帶教養的問題 真的 我真的忍不住要出手幫她 真的 強棒 我們強棒 請問一下這些已經結婚的婦女 是 你們後悔生小孩嗎 後悔的請舉圈 不後悔的請舉差 只有你本人 沒有 因為生小孩 你會經歷到身材走樣 對 真的 你現在身材還是很好啊 基本上我不後悔 但是你要承受自己一個人帶小孩 對 而且大小便 餵奶 全部都是你一個 而且我還是只有一個而已 有的都是兩個三個 我是兩個 我一個我都承受不了了 好慘 你們不要一直憧憬 我完全的小baby 很可愛 當你真的生下來的時候 你就覺得他已經變成小惡魔 大惡魔 你會被他 我真的 我看過就是所有 有自己生小孩的媽媽 那個眼睛裡面的那種 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我跟你說 現在媽媽比較漂亮 對 真的 現在真的是媽媽比較漂亮 我很多同事跟我都從20歲一起 開始做同事 然後到現在都30幾歲了 然後很多都是結婚有小孩了 我就發現他們真的越來越流露出那種光 真的要謝謝你們的小孩 我覺得那是真的女人 對 我們這也是我們母愛的風華 因為我們要講一下就是說 你要有真正的小孩 你要有一個家庭你知道嗎 對 所以你要有爸爸 我們何嘗不想要有一個家庭 很幸福 但是老公真的不會幫你帶小孩的時候 對 我覺得你的問題可能不是已經結婚 你們的問題可能是真的要換老公了 好 像小孩要上那個幼稚園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應該中班就讓他們去上 因為這樣可以融入團體 讓他不會輸在起跑點 那我老公就不用啊 中班去又沒有學什麼 讓他大班再去就好 可是真的大班再去的時候 他真的跟不上人家 就落後 就落後了 對 不不不也學不會 難道你希望小孩就是 不要跟上去嗎 然後小事 像在那個考試前我就會說 那我來幫小孩子複習一下作業 他說不用 幹嘛給他壓力那麼大 但是有一天他心情來的時候 他就說我要幫小孩複習 複習了到了半夜 小孩子已經揉眼睛到不行 想睡覺到不行 他竟然不給他睡 我就不知道他的觀念 到底是愛小孩 對啊 那些都是個案吧 對 個案 所以你們的老公 溝通上的問題 你們的老公都沒有幫忙帶小孩嗎 完全沒有幫忙帶小孩的情取圈 不可能吧 不可能吧 我覺得還是有啦 不可能吧 完全沒有帶小孩 怎麼可能 這麼多比例 這麼可憐 我跟你說 陪完可以 要帶很難 陪完可以 你知道 因為我一剛出生的時候 我女兒是完全日夜顛倒 她是睡白天晚上不睡 可是我老公要上班 她根本沒有辦法顧 所以我晚上也不能睡 白天也不能睡 所以整天都不能睡 你絕對會崩潰 所以我們發現 在那小孩子那邊哭哭哭的時候 我們又怕隔天會影響到老公 對 我們又自己到另外一個房間睡 好可憐 然後老公又要堅持跟你睡的時候 你真的會瘋掉 小孩要丟到哪 丟到床下 你想要輕輕抱抱 你想要怎麼樣的時候 沒有 小孩在那邊可以敲門 沒有 真的 所以這一回合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今天好像比較快一點 好可憐 再來回到小婚片團 聽到第三回合了 OK 你還是想結婚的 請舉圈 你要想到 雨水之外 你們想要那麼久的時候 小孩一直在那邊敲門 我們有 有變多 有變多 誰 誰看 他後來是水 去對面 什麼讓你想改變 去對面 我覺得選對男人真的蠻重要的 所以他們都選錯了 怎麼當初也都選對男人 可是你們要冷靜看一個比例 因為剛剛說 男人完全沒有辦法帶小孩 其實站了剛剛那個 三位 一半以上 一半以上 四位 一半以上 比例很大 這男生真的不太會幫你帶小孩 而且後回生小孩的 是一半以上 對 那個靳山她說 至少你們老公會陪你們小孩玩 對 那只有玩 那時間只有半個小時 對 等一下 然後小孩子會一直問 一直問 問一百個為什麼的時候 他就去問媽媽 問媽媽 對 王岐你們男人怎麼會這樣 對 好糟 我覺得 剛剛二三十分鐘的戰火 唯一中立的就是我 我一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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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一個總結就是 兩邊都有病 兩邊都有病 為什麼會有病 好直接 什麼病 病狀是什麼 病症病名 在人妻的眼中看到這些人 就是說 你們好期待的 被虐待 受虐狂 對 我們有被虐狂就對了 對 然後在那些未婚的人眼中 這些人是享受被虐待 對嗎 等一下 剛剛雅蘭姐說她晚上被壓 是很開心的 對 對 她嘴巴是抱怨她表情很開心 所以她們到現在還沒有脫離婚姻 對不對 對 Enjoy 我告訴你 MC來是我最快樂的時候 好三等聚聞 我三等聚聞 又炫耀聞了 這邊的想觀眾 她們存在著一種很特殊的心理 就是一種僥倖的心理 就好像只有她們會嫁到不好老公 然後妳們都會嫁得很好 我們就自以為是 絕對就好 別傻了 妹妹的 應該這樣講 未婚的人 通常都是高估了自己 沒錯 低估了對方 對 然後再來 我想像是會馴服她 我也想忘記 其實製作單位特別有交代 要揭發大家的真面目 你以為她們剛剛講的東西都是真的嗎 其實不然 在她們的精神層面上面 其實沒有想像她們嘴巴裡 妳講的那個樣子 沒錯 所以老師要幫我們做 對啊 她們很愛結婚耶 拜託 她們就讓她們淹了 被她們感受到 她們感受到 她們都會讓她們 然後她們嘴巴裡 那聲音 她們的確認 她們在一起 感谢观看